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观看 般若讲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然后你可能会觉得 噢 帮和小与的比较小是很简单的 但如何, 这里有一盏较比较大小 就很容易的 但現在有一顆拔蠟在這兒了 它大概多少吋呢 5吋? 3吋? OK,有3吋的拔蠟在這兒 3吋高的拔蠟 那你現在要說什麼呢? Madiya Maga 你要說什麼呢? 你可以說3吋的拔蠟不大不小嗎? 因為3吋已經在這兒了 無論如何你跟其他東西相比 但是3吋一直在這兒 無論如何你去比較其他的食物 它總之就是有3吋高在那裡 如果你去跟山 它還是有3吋的拔蠟 即便你去跟山 它還是有3吋的拔蠟 如果你去跟山 它還是有3吋的拔蠟 如果你去跟山 它還是有3吋的拔蠟 我認為這不屬於不獨立的拔蠟 你可能會這樣想 但實際上 甚至這個拔蠟 也有4吋的拔蠟 如何? 、即使用民諸仁博妻 民諸仁博妻 は每肢各自各個各自種不同的部分 手、臙、肩肉、腰、腰、消 because the mind 因此民族仁波切需要依靠其他的现象 为了能够成为民族仁波切 为了能够成为民族仁波切 你需要依靠你所有不同的身体部分 身体并不是民族仁波切 但你必须依靠身体 跟这个瓦拉一样 为了能够成为这三寸的瓦拉 你必须依靠其他的现象 当你一再分析进去 会发现没有瓦拉的存在 没有瓦拉 因为没有瓦拉 所以这里有瓦拉 因为没有瓦拉 所以一切都是可能性的 现在我再举个例子 我再举个例子 没有瓦拉 没有瓦拉 所以这里会有瓦拉 我再举个例子 这一点我要举个例子 有两个例子 这是一个 诀你 有十二个比喻 梦 梦 魔术 幻术 魔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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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寝 还有就是个 叫做 海市神楼 耳朵 念ardoor 山冷的霊 引下 影像 影像 有什么 彩虹 无敝 挑战会的 试义 总共有十二个比喻 skills 我想使用梦作比喻 例如一般生活 您的最好的夢是甚麼? 您必須不需要多考慮和答案 我應該說什麼? 我認為這是一個特別的問題 如果我認為有什麼錯誤 我會失去臉 別擔心 好 您喜歡什麼夢? 快樂 吃東西 吃東西 完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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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 好 于是你就在梦中非常快乐 对不对 然后你去拿钱 你喜欢钱吗? 钱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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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钱 然后你请他们给你钱 然后他们给你很多钱 可能你需要放在卡车里 因为太多了 你放在卡车里 梦中的卡车里 或者梦中的1亿 然后你开着车 猜手 MID 夢中的車子,夢中的車子, 很快樂,但也有一點害怕。 夢中的人看著我,我認為他們知道我的夢中的強盜。 你不認為夢中的,你認為是真的夢中的, 我認為那些人知道我。 你覺得有人在看著你,是不是知道你中獎的呢? 我們在走路,夢中的路也並不好。 夢中的路也並不好。 夢中的路也並不好。 每天摸一下就好像你的心也跌了一下。 但不幸運。 夢中的大公車, 然後一個喝醉的司機, 碰到你的卡車。 然後你的卡車翻了。 還燒起來了。 所有夢中的陷阱都燒掉了。 在中間,你還斷了一條腿。 夢中的腿。 然後你非常痛苦。 還哭。 沒有夢中的陷阱。 當然。 在沒有夢中的,就是保險。 不要擔心。 這是夢。 不要擔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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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能想夢。 好嗎? 只是夢。 但在夢中,你很痛苦。 你哭。 當你醒來的時候, 你的枕頭很乾淨。 好 现在我会问你一个问题 但再次不要想太多 只说你什么想说的 好吗? Dream Bus and Cash are real or not? Dream Truck and Cash are real or not? 不是真的? 好 现在你们都通过了 因为Dream Truck and Within Truck Dream Bus and Cash are real or not? 但因为Dream Bus and Cash are real or not? 你赢了Dream Lottery 所以你能够重这个梦中的乐多财倦 因为我不是真的 所以你能够得到这么多钱财 如果它是真的 即使你醒来了 即使你醒来了 那些东西都应该还在 所以它是不在 但是同时它在你的梦中确实是真的 它所显现如同真实的 但它并非真实的 它现现如同真实的 所以是空性,空表示不是正式的, 性表示一切都是可能性的, 可能性跟空是合一的, 像水和氏。 你不能將水和氏分開, 它們的性質和本質是一樣的, 空和可能性也是一樣的, 它們的本質和性質是一樣的, 你無法分開它們。 這個空氣的水很好喝。 因為夢幻不是真實, 所以在夢幻不是真的, 所以在夢幻中一切都有可能性。 你可以在夢幻中無家可貴的人。 你也可以在夢幻中成為一萬富翁。 即使你並非無家可貴的人, 即使你並非無家可貴的人, 你也可以成為台灣總統的總統, 即使你並非真實的總統, 你也可以成為男性變成男性變成男性變成男性。 為何夢幻不是真實。 所以任何東西都可能。 所以這就是空氣的意義。 而空氣也是中間的主要建議。 所以任何東西是中間的主要建議。 那你認為空氣有什麼好處呢? 你可能會想, 這個拔拉是空氣的。 誰在空氣呢? 誰在主要擱了。 誰在主要擱了。 我問誰說,拔拉上嗎? 拔拉上那種是拔拉的事, 並不是我的事。 所以為什麼我必須想拔拉上一種拔拉? 拔拉上是拔拉的事,拔拉上一種拔拉。 為什麼我總之得想拔拉是空氣的,是空氣的呢? 有什麼好處呢? 我和芭拉不一樣,我喜歡吃芭拉, 但為什麼要去想芭拉是空性的呢? 其實是很重要認識芭拉是空性的,這是很重要的。 那是智慧。那是智慧是最主要的理解。 你會被剩下的智慧,透過這智慧。 就是認識到空性的智慧。 如果你不認識到空性的智慧, 你無法解釋到空性的智慧。 你甚至祈求佛,當然有利益。 但是你無法解釋到智慧。 因為智慧是你創造的。 如果你認識到空性的智慧, 如果你達到第三個實現的智慧, 你能夠直接達到建道, 所有佛陀人們把力量加起來, 然後把你推向你, 把你送到地獄, 這不可能。 因為你無法解釋到地獄。 而那時的地域已經是靠山了。 因此,佛陀說, 即使你有少許疑問的淘汰, 這裏淘汰了很多淘汰和糟糕。 佛陀說, 即使有少許疑問的懷疑, 即使有少許疑問。 疑問是, 佛陀是空性的嗎? 也許是,也許不是。 那些疑問能夠避免喪惡和淘汰。 如果你有確信的話, 就更不用說。 意思是, 佛陀就是空性的。 如果你有這麼認識到, 它的利益就是無限。 那我會再舉個例子。 我相信很多人都已經受過這樣的教授。 最好的方法就是認識出什麼。 然後你可以離開夢中的各種困難。 你可以跳進夢中的火裡。 它不能燒你。 你可以跳進夢中的海裡。 你也不會沉下去。 你也不會沉下去。 你可以跳進夢中的101大樓往下跳。 你也不會摔在腿。 你可以飛。 如果你認識夢是夢。 如果一旦你認識夢就是夢。 就像我們現在的情況一樣。 如果你認識到, 巴拉就是空性的。 如果你認識到, 巴拉就是空性的。 如果你認識到, 巴拉就是超越這個世界的苦。 所以, 巴拉就是超越了生與死的。 巴拉就是超越了生與死的。 巴拉就是不像我們所感知的身體。 巴拉可能還要死的。 因為佛陀認識到一切都是空性的。 所以你可以玩跟感知一起玩。 當你享受感知的同時, 有些人覺得變成佛陀, 就是你完全失去了。 你會變成像殭屍一樣。 你是誰啊?我在哪裡啊?你的名字是誰嗎? 為什麼呢?因為沒有自禁跟對境。 他們認為無自禁跟對境的意思是你完全失去了。 其實不會變成這樣。 因為沒有自禁跟對境, 所以我們的智慧會變成無限。 於是你會有了騙職。 但是明天不要跑去從藝林大樓炸掉。 我保證你會摔死的。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有壞習慣。 從從無始的人懷疑, 無人懷疑來到今天。 你感知到一切是真實的。 所以這壞習慣呢? 那壞習慣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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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辦法呢? 就這麼被一兩個小時了解空氣呢? 就禁除掉了。 那壞習慣呢? 那壞習慣呢? 就是空氣的習慣。 也就是超越習慣的習慣。 你可以在未來做什麼事。 但走路線去跳より並不重要。 摔走也不是TA重要。 現在你每個人都摔走。 因为我们本来现在都能飞 I flew from India here with 100 people I think 我就从印度跟一百多人一起飞到山 Even you can fly Especially in Brazilian tradition You cannot show up 即便你能够飞了 但是在我们机缸车的传统里 你也不能够表现出来 You're not allowed to say I have wisdom I'm Buddha I'm achieving a high level of realization You're not allowed to say I have power of miracles Power and miracles are not important The best power and miracles is If you can get rid of the mental crisis That's the best Awful bet Okay now This is the general idea of Madiyamaqa Esto 109.5% carriage Then there is true type of Madiyamaqa 那在这里的中关里面有更为两类 让与巴党坛与中关自趣派及中关应成派 根据最终的实现性 这两个人没有不同 他们两个人接受最终的实现性 这一切是完全没有空间的 但在事实上的见定方面有些不同 什么不同呢? 我们回到巴拉 马蒂玛达说 你可以看到这颗巴拉 我可以看到这颗巴拉 因此我们两个都承认这颗巴拉 我们同样都承认这颗巴拉 按照尔玛达说 你可以承认巴拉 但是对我的个人感知没有巴拉 即便我说它是巴拉 为什么我说它是巴拉 因为我说它是巴拉 所以说没有巴拉 那不是巴拉 也没有非巴拉 所以名字和巴拉 只是概念 这就是它们的一个地方 这只是一个最简单的讨论 这只是一个最简单的讨论 怎么说的 什么样的 意思是我们回到巴拉 同样都回到巴拉 今天巴拉是很忙 是 现在我忘了 现在我忘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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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其他空派的空派 他们说 有组织的现象 是自由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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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圣役地的本質是圣役地的, 而圣役地超越了這個概念和影像。 圣役地的圣役地是融結合了明根空的。 你可以說這就是佛性, 它有明明。 從這裏明明中有存在佛的智慧和身體。 但它是無法超越概念。 無法超越概念。 無法超越了兩邊的。 當然是空性的。 但無法超越了兩邊的。 有些就是這樣。 所以總會來說, 磁役地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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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磁役地。 多麗糧地的磁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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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 這個不同要求的意思接著多 differs的 starred。 这就是最后的结果 这就是最后的结果 然后有佛陀佛陀 五个道是同样的 佛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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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认为各位都很仔细地在听课 而且还在写笔记 因为这些都是蛮复杂的 因为这四个学校在佛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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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一些筆記,這是非常好,因為這是一個很困難的題目。 名字、哲理、邏輯、緒輯等各種類型的分類、 人類型的性質。 不是像是禪修,只是禪修是很容易的。 你跟著你的感受,放鬆, 使用每一切來支援你的成就。 清明、開放。 但是這裡你必須要去想。 什麼?為什麼?為什麼? 我覺得這也不錯。 因為這對我們的見諜是很好的。 因為我們都說空性。 但是我們真的不知道怎麼是空性, 但是如果你們學習這四個宗派, 你們可以很清楚地學習這四個宗派, 我們就能清楚地了解。 因為這四個宗派是在整個藏傳的國法中。 所以我常常會說是屬於藏傳的友誤, 或藏傳的經誤,或藏傳的維持與宗觀。 但是我不知道其他宗教裡的情況。 所以我在做三宗的時候也強調地處理藏傳的小乘大乘。 但是我沒有知道其他宗教。 因為我不太清楚其他的。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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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 感謝。 謝謝我們愛你了 嘉義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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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心 那些人幫助我們這個活動的所有大友們 我們會將我們這次上課的所有關格 在這裏收藏的教訓 我們將我們這次上課的所有關格 都會向臨界的眾生 能夠讓一切眾生遠離障害和痛苦和困難 我們也要回向世界和平 我們也要回向世界和平 我們也要回向世界和平的問題 我們也要回向世界和平的問題 現在有很多問題 這個問題是從來自於溫室效應的 整個世界變得更溫暖了 因為這些污染 最後我們也要回向世界和平的問題 我們也要回向世界和平的問題 我們也要回向世界和平的問題 在於溫室中華國際私實協會 沪池中華國際私實協會 郵政畫波 沪明社團法人中華國際私實協會 畫波帳號50396819 50396819 銀行帳號銀行代號土地銀行005 帳號012-001-205-666 012-001-205-666 僧眾齋食素食銀行 慈悲便當 煙共香粉 藥共包香 弱勢關懷不食動物 來來來來來這裡 來到這屋裡 什麼故事都有理 預言同話 好玩有趣在這裡 歡迎你來這裡 各位大朋友 小朋友 大家好 歡迎收看今天的志工媽媽說故事 我是香香媽媽 我是富華 富華好 富華你有看過馬拉車嗎 有啊 我在電視上看過的 在電視上看過 那你有看過馬拉車的時候 後面還跟著小馬嗎 好像沒有耶 對了 香香媽媽 小馬為什麼要跟在馬車的後面呢 喔 問得好喔 現在就讓我們一起來看看 下面這一則有趣的故事 馬的對話 馬的對話 在一户農莊裡 住著馬媽媽和小馬母子倆 每天他們都會走很遠的路 為主人拉車 唉唷 媽媽 這車好重喔 我拉得好累喔 快到家了 就可以休息了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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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辛苦了你們 快進來休息 好累喔 媽媽 我餓了 孩子 別著急 主人一會兒就會給我們送吃的來 今天我們給主人拉了那麼多貨物 他一定會給我們準備美味的食物吧 可是當小馬看到主人捧著一大捧甘草來餵他們吃時 感覺很失望 為什麼自己每天那麼辛苦的勞動卻只能吃甘草呢 可愛的馬兒 吃飯了 今天真是辛苦你們了 趕緊吃吧 咳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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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孩子,我们马儿就应该吃甘草啊 你不吃甘草,想吃什么? 唉,做一匹马真不值得 每天那么辛苦的工作,却只能吃甘草 这时,主人拎着一桶奶油炒麦子从马厩旁走过 小马闻到了奶油炒麦子的香味后 忍不住流出了口水 哇,妈妈,奶油炒麦子的味道就不错啊 主人为什么不给我们吃? 孩子,那不是我们的食物 那这些炒麦子是给谁吃的呢? 小马看到主人拎着奶油炒麦子来到了猪圈旁 然后,把整整一大碗的食物放到了猪圈的桌子上 懒猪,快过来吃饭 吃进去吃,吃胖点 真好吃啊 看着猪贪婪地吃着奶油炒麦子 小马心生羡慕 妈妈,妈妈,我实在不想吃甘草了 那你想吃什么? 味道真好 那只猪吃得就很不错啊 我们怎么能跟猪比啊? 为什么不能跟它们比? 刚才主人不是说我们可爱吗? 难道可爱就只能吃甘草? 哼,主人一边说猪懒惰 一边喂它们奶油炒麦子 真不公平 孩子,其实这很公平 妈妈,你怎么能这么说呢? 我们替主人卖力 不论远近困难 都要将货物给拖回来 但是我们吃的却是乱糟糟的甘草 喝着路上的脏水 而那些猪整日什么都不做 却吃奶油炒麦子 这难道公平? 哎呀,孩子 你不要有这样的念头 你别羡慕那些吃奶油炒麦子的猪 时候一到,你就会知道了 时候一到? 什么时候? 过年的时候 接下来的日子里 小马和母亲依旧每天吃着甘草 而那头猪却天天吃奶油炒麦子 转眼间,新年到了 家家户户贴春帘放鞭炮 啊,好恐怖的声音 妈妈,什么东西这么响啊 孩子,别怕 过年了,人类在放鞭炮呢 过年都要放鞭炮的 真吱,真讨厌,真讨厌过年 其实,猪更讨厌过年 为什么?是不是因为他们的耳朵大,更怕吵? 嗯,他们怕的不是鞭炮声,而是怕丢掉性命 丢掉性命,难道鞭炮能要了他们的命? 就在这时候 小马看到一个大汉 手拿绳子走到了猪卷旁 妈妈,人类拿绳子要做什么? 一会儿你就不羡慕猪每天吃的奶油炒麦子了 救命啊 救命啊 你们要干什么? 救命啊 救命啊 嗯,不错 好肥 看来这一年的奶油炒麦子,没白吃 救命啊 这么一头大肥猪,过可年足够了 救命啊 我再也不吃奶油炒麦子了 我要吃干草 可怜的猪 孩子,你还羡慕那些吃奶油炒麦子的猪吗? 不羡慕了 幸亏我们每天吃的是干草 艰苦环境中 得寸的猪猪猪 得寸进尺永不满足 疑惑 多有生存的权利 我们应该要爱护所有的动物 这样才不会任意去伤害它们才对啊 那,布华,我问你哦 好,在故事中小马羡慕小猪什么呢? 嗯,小马羡慕小猪不用拉车又可以吃到好吃的奶油炒麦子 而且他却只能吃干草而已 嗯,母马告诫小马说些什么呢? 母马告诉小马不要羡慕猪 时候一到就会知道了 哦,那母马为什么告诉小马这样子说 时候一到就知道了呢? 因为过年的时候啊 猪就会被拿去杀掉了 哦,所以猪呢只是一时的安逸而已 那母马告诉小马说不要羡慕小猪,对不对? 嗯 那小猪啊被养得肥肥的,对不对? 嗯 啊哈,过年就会被抓去杀掉 啊,所以其实我们平常的生活不要过于安逸 因为它安逸呢,你就会怎么样? 就会惹获上身 那平时呢,都会做一点有意义的事情啊 譬如说做义工啊 或是帮忙打扫房间啊 或是到医院里去观海老人啊 单亲老人啊,孤儿都是很好的哟 哇,香香妈妈,我也要像你一样 生活才不会过得太安逸 嗯,那我们一起来学习哦 嗯 那,哇,那我再请问你一件事情哦 小猪有羡慕小马吗? 啊 过年的时候啊,猪被卖掉了 嗯 变成想吃干草 啊哈 很羡慕小马能够平平安安 与妈妈在马厨里面生活 嗯,哇,那你也有很羡慕别人的地方吗? 有啊 我很羡慕电视里面的歌星 还有学校的同学长得很漂亮的啊 有同学可以到国外旅行的啊 哇,其实你也长得很可爱啊 那你觉得,香香妈妈长得漂亮吗? 嗯,其实我觉得香香妈妈很吃虾 很像我妈妈哦 对啊,那就对了嘛 每一个人都有每一个人的特质 其实光靠的外表是没有用的 主要啊,还是要发挥我们内在的优点 例如说啊,我们讲话要有礼貌 对人要和善啊 然后愿意帮助别人 那别人就会喜欢跟你在一起啊 那你的人缘就一定会很好哦 还有啊,慕华,你如果好好的念书啊 说不定将来可以出国深造 或是跟随的师傅呢 一起去出国访圣啊 那你就可以出国了呀 嗯,那所以应该也不用太羡慕别人 不过当同学有好的优点 可以向他们请教吧 嗯,是啊 慕华是很棒的哟 可以融会贯通 嗯,很好 好,那我再问你一个问题 如果是你 你会选择小猪 还是小马的食物呢 为什么 嗯,我会选择小马的食物 因为马儿本来就是炒的啊 嗯哼 像我们吃米饭 永远吃不腻 啊,对啊 虽然米饭的味道有点平淡的一些 可是香喷喷又有营养 很适合我们来当食物吃 而甘草呢,就适合马来吃了 而且啊,它可以跑得很快啊 让马儿跑得很快 千里马,烤得也很远啊 他们也都是吃甘草 所以我们选择我们适合的食物就对了 每一种生物都有适合自己的食物 那护华,什么食物对人类最好呢 蔬果吧 我从小就吃树 我觉得树是很好吃 嗯,对啊 如果我们对每一种颜色的蔬果均衡的摄取 其实蔬果的营养其实是很丰富的 足够供应我们身体的所需 就像香香妈妈,一样健康又有活力 嗯,你很会说好话哦 其实啊,牛啊,大象、麻 它们都吃树的耶 哦 它们也很有体力啊 而且摄取多的蔬菜水果的时候 也促进我们的新陈代谢 身体啊,才不会生病耶 嗯,那我也要叫我的好朋友们多吃树咯 啊,很好 多吃树呢,其实是很环保的 尤其珍惜资源,保护地球就靠到家了 那你会如何做呢? 嗯,例如放在垃圾啦 资源回收啦 没有的电器要拔掉插头啦 嗯,很好 而且还要有一个就是不要浪费纸张 这样可以减少树木的砍伐 爱护森林,尊重一切的生命哦 哦 还有,如果我们要去如何去效法这些 从逆境生存的人呢 不会去向环境低头的这种精神呢 例如故事中的母马 虽然每天过得很辛苦的拉着车 但她都不会抱怨 嗯哼 还是要能够安分地拉车啊,吃甘草 啊,对,这就是人家说的知足常乐 虽然环境很艰苦 可是呢,她还保持得一种很快乐知足的心 而且每天感恩,每天有很多很多的甘草可以吃 还有很多人从失败中重新站起来 也是不像环境低头的呢 嗯,对啊,就像以前的玄庄大师啊 他到印度去起经的时候啊 还有那个释迦摩尼佛在成佛以前 都经历了很多的考验 最后他们都是不屈不挠的 最终就成就了呀 所以当我们遇到的逆境啊 或者不如意的时候千万不要气馁 我们可以想想看很多的伟人 其实他们的遭遇比我们得到的挫折还要多 他们却从这些挫折中呢继续的教训 最后他们都成功了 对啊,就像我有一次数学考得很不好 嗯哼 结果很难过 最后考了100分 哦,那你很棒啊 所以说呢,到了逆境我们千万不要灰心啊 我们要学习故事中的母马知足感恩 并且呢从逆境中学习到的一些教训 再勇敢的去迎接新的挑战 对不对 嗯,很好 各位小朋友 以上就是今天的故事 希望你会喜欢 我们还有很多精彩有趣的故事等着你哦 下次再见 拜拜 嗯, 白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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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bwd6